我们小时候哭着喊着让妈妈买的牌子,长大之后你可能再一次哭着喊着说,想不到啊,寒假的时候我就控诉过李宁了。 对,就是那个小时候我们穿过的,后来被你们渐渐遗忘的,结果居然去纽约时装周走秀,还走得挺好看的李宁,他们在纽约时装周天猫中国日上的表现,只有两个字能够形容,想买,把中国李宁写在胸口上的李宁,让我一看完秀立刻,就去天猫买了三件。 李宁写,心甘情愿用压岁钱实力支持中国头牌,李宁让我疯狂加入购物车,我也就认了,万万没想到,天猫国潮行动越演越烈,连老干妈也去纽约时装周了,作为一个卖豆办奖的国民女神,跨界卖衣服,还买到了纽约,这操作可以说是非常热烂了,还有更夸张的国产品牌跨界了。 六神,你们知道啊,他们和没有合作出了鸡尾酒,一个做花露水的跑去做鸡尾酒了,只有你想不到,没有他们做不到,强大的朋友可以告诉我口味如何吗? 在线的,很着急,看着大家都这么活跃,国民弟弟也坐不住了。 前几天我小时候日词夜想的男神汪汪,也官宣要当潮牌了,一个吃货都跨界卖其衣服。 TYKSHX汪汪联名系列正式发布了,汪汪已经走到潮流尖端,告联名,卖衣服,还搞了选项快闪。 其实往往走时尚路线也不奇怪,毕竟他是自带潮流精英的男子,小时候他那一张大脸就深入,人心,红白配色景点亮眼,超市货柜上一眼,就能认出他的存在。 那时候他在我心中的地位就是男神,日常逛街还不一定能拥有,非要逢年过节才能让爸爸妈妈买一个大礼包。 他的造型也简单明快,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,还尝试过各种各样的造型,可以说是走在潮流尖端了。 不要告诉我你没收集过他的贴纸,所以啊,当他的大脸印在衣服上的时候,不要奇怪,这张大脸还跑去参加了Blank上海潮流先锋艺术节呢? 非常引人注目,不瞒你说,我看到这个系列的心情啊,和小时候求着我妈妈旺仔牛奶的心情一模一样,T恤,卫衣,袜子全都想买。 请不吝点赞订阅